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晚上接着继续来学习 先师敬老和尚 98年在新加坡敬中学会 所讲的《十善夜道经》讲迹 我们节路一些先师敬老和尚重要的开示 来与大家交流学习分享 上次我们学习到 《离贪欲得成就五种自在》 我们还是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 父赐龙王 若离贪欲 其得成就五种自在 何等为五 一 三月自在 诸根拒足固 二 财务自在 一切怨贼不能夺固 三 福德自在 随心所欲 一 物皆被固 四 王位自在 争其妙物皆奉献固 五 所获知物过本所求 百倍殊胜 由于习实不间祭固 四为五 若能回向欧妞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厚尘佛实 三界特尊皆共敬仰 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 离贪欲得到成就五种自在的果报 那么这个果报 在我们现前 在这个世间 会得到这五种自在 若回向无上补体 将来成佛 三界特尊皆共敬仰 就是恭敬供养 得到三界一切众生的恭敬供养 上个星期我们学习到 这个奖祭节奥 这个第十条 第十条 我们新加坡同修 我刚才也接到他们 我们上星期录的 他们在新加坡同修看这个视频 应该还可以 上一次我是担心有车身路进去 他们没有反应应该也还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在佛堂 这个讲堂跟大家来学习 这些词词 之前我们都是在录影时录的 如果在这边录 没有这个 会录到这些杂音 也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 没有印资料给大家 那么大家听就好 这十一条呢 若离贪欲 即得成就五种自在 第一 三叶自在 诸根聚足固 三叶是生与异 自在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这是第一等的福报 这是第一等的福报 这个是叫做 我们先师敬老和尚 他老人家 在新加坡 講这个十三叶道经 我们同修 把他神里成讲迹 印出来流通 这个从讲记里面揭露出来的 我们看到这一条 这个落离贪欲 即得成就五种自在 这个贪嗔痴是我们众生 无死竭来的寄生烦恼 我们生下来就有了 这个烦恼我们一般讲 排在三读烦恼的第一个 排在第一个 因此我们 我们看到菩萨六度 第一度就是布施 布施也就是对峙贪欲 对峙贪欲 我们世间人没有不贪的 这个贪心 我们要认识清楚 他的性质 过去先师敬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 可以说给我们 讲得非常透彻 也非常明白 那不但世间法不能贪 佛法也不能贪 所以金刚经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非法就不是佛法了 佛法上节要舍何况不是佛法 所以都不能贪 那么布施也就是放下了 放下 我们念佛人 念佛不得往生 实在讲 也是对这个世间有贪恋 对这个世间有贪恋 那么就死不得 那就放不下了 这个就很难超越了 就很难超越 因此佛制定这些戒律 无非是防范我们 生起这些贪嗔痴的烦恼 用这个来防范 因为我们凡夫很自然的 这个烦恼习气 无量节来的 因此没有防范 也就很容易增长 贪欲 这是必然的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也做一个榜样给我们 后世的人看 佛把这个生活 这个物质生活 降到最低 三立一波 六中一时 树下一宵 这个是做一个示范 一个榜样 给我们后世的佛弟子 来效法来学习 那我们现在是做不到 像佛陀那个时代 那总是我们要提醒自己 任何方面都不能贪 不能过分的贪求 应该要放下这个贪欲的念头 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那么贪欲的范围 当然很广了 先师敬老和尚也常讲 明文立阳 五一六成 都是我们贪的对象 这些我们要时时刻刻 提醒自己 不要起这个贪欲的心 那么如果有了贪欲 我们的烦恼 一切苦难 就升起了 所以我们做三十训练 中宫国师在三十训练的开示 诸苦尽从贪欲起 这个三苦八苦 三苦八苦 苦苦 坏苦贤苦 生老病死苦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验真贵苦 无因赤胜苦 那么这个展开就无量的苦 这些苦都是从贪欲来的 所以中宫国师给我们开示 诸苦尽从贪欲起 不知贪欲起一何 这个贪欲从哪里起来呢 因望自信弥陀佛 我们忘记自己是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就是自己啊 忘记了 迷失了 所以贪欲起来了 因此我们 要时常提起观察 进一步观照 我们贪欲起来了 要以念佛来给他代替 把这个贪念 转过来 转过来 这个是我们念佛人 我们要功夫得利 就在这个上面 用功 用功就在这个上面用功 用功就在这个上面用功 一句佛号研修六度 这是放下身心世界 及大布施 就是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 都不贪 不贪恋 那就是大布施 我们念佛人 先师敬老和尚也常常开示 就是放下 这个讲了几十年 不断的提起 不断的重复 因为我们还没做到 所以要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重复 所以这个贪欲 我们一定要去观照 我们起心奉念 时时刻刻 要 关照到我们这个心 有没有 贪欲的念头 如果贪欲的念头 起来 就要赶快 念佛 这个贪欲的念头 来给它替放过来 佛念 这个贪念起来 用这个佛念来 转过来 那么贪就是众生之鉴 众生都是贪欲 给它转成佛念 贪念转成佛念 就把众生之鉴 转成佛之鉴 这个念佛法门 直接了当 念佛成佛 它的道理也就在这里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经文 若离贪欲即得成就五种自在 这个五种自在是一个果报 这指我们现前 在这个世间 如果远离这个贪欲 不贪 那么就会得到五种自在 第一呢 三页自在 诸根继足固 那这个三页自在 也就是生与欲 这三页都自在 自在 就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轻挂 身心清静 那这个就是先世敬老 在讲习当中常讲 人生最高的享受 人生最高的享受 不是很有地位 很有财富 如果呢 这个地位很高 财富很多 但是心里 烦恼很多 忧虑很多 犯德犯思 牵挂的事情很多 身心不清静 那这个也不是福报了 这个也不是享受 实在讲 实在讲 是苦受了 不是享受 因此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 人生最高的享受 就是这里讲的 没有烦恼 没有恶力 没有轻挂 身心清静 身无病老 那这个是 人生最高的享受 人生最高的享受 纵然没有钱 没有地位 他在享受人生 那如果我们很有钱 很有地位 有权力 有势力 一天到晚 烦恼很多 那这个 不是享受 那这个不是享受 这个很苦恼 是苦受 诸苦尽从贪欲起 那这个是福报的 那么生自在 就是身体 少病少脑 那如果到无病无脑 那当然最自在 这就是生自在 那么这个 生无病老 生自在 这个就是从不贪来的 没有贪来的 那这个 这个也是 有因果的 有因果 像我这个身体不好 不但三高 是四高 乃是从贪欲来的 贪什么呢 贪吃 贪吃 所以这个有原因的 这个不是说 没有原因的果报 我从小 我这个习气 这个也是个人的习气 不一样 我都是特别 会贪吃 贪吃就是什么呢 现在讲嘴馋 那个 我可以去做 她建训 她说 很多人 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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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种 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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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帶我去 小時候家庭經濟不好 一到拜拜給你請客 大魚大肉 還有過年過節 大飽口腹 所以我這個煩惱習氣 貪吃這個習氣非常重 所以我常常跟我們同修講 我出家前一天晚上還趕快跑去吃一餐肉 說明天沒得吃 今天最後一餐 所以這個習氣很重 先吃敬老和尚也看到我這個習氣 所以叫我去跟日常師傅寫戒律 那真的是 我很多在家的壞毛病壞習氣 真的被他狠狠地 一下180度上過來 這個在家都要吃午餐的 晚上還要吃宵夜 出家那天 遲午 過午不時 我們師傅跟常師傅商量說 用漸進式的慢慢減少 常師傅說不 頭踢下去就不一樣了 不能吃 所以晚上我在佛道教育機軍會 聽師傅講經 肚子餓得要命 餓得全身發軟 不能吃 那個時候想 現在有一塊麵包來吃多好 但是這個也是沒有這麼狠的手段 這個習氣真的不好改 那麼我俗家弟弟 我弟弟他就 他對吃不挑剔 他很簡單 他不挑剔 他一個饅頭他也不會餐 他也不會像我 特別要去找一些好吃的 他都不貪吃了 所以他身體比較好 幾年前他如果沒有發生車禍 實在他身體是比較好 所以這個個人煩惱習氣不一樣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看到這個身無病腦 那我是很有感受 現在這個四高怎麼來的呢 也是吃出來的 吃出來的 所以病從口入 這個一點都沒錯 你貪吃 他就會吃出一身病 所以這個不能貪 這個四可而止 四可而止 那麼口夜清淨 就口自在 口夜清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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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口啊 講話沒有說錯話 那就自在了 常常說錯話 那就很不自在 就很懊惱啦 所以口夜清淨 講話呢 沒有誤施 這個 也就口自在 該說的說 不該說的就不說 那就自在了 那特別現在這個時代啊 有這個錄影 這個錄影是 這個是很厲害的 像這個錄影機對著我啊 我現在講錯一句話了 那也收不回來啦 人家拷貝啊 還流通 那這個 就很麻煩 就很麻煩 所以口夜啊 也要謹慎啦 那一夜充滿智慧 不生煩惱 心地清淨 這是意自在啦 有智慧 就沒有煩惱 所謂啊 煩惱清智慧長 那這個意啊 就自在了 出根祭足 就是身心健康 沒有缺陷 這是低等的福報 低等福報 好 那麼剛才啊 講到這個 不貪吃不挑剔 這個也要補充說明 大家不要 不貪吃也不挑剔 那什麼 什麼都吃亂吃也不行 過去啊 我剛出家的時候 這個 那個 日常師傅啊 帶過清律師 還有我一個 簡容文集士 我們四個人去 看 寫入老人 看李老師 那那個 李老師啊 就對我們講啊 不要吃味精啊 不要吃味精 他說呢 他說呢 現在年輕人啊 抵抗力比較好啊 都吃味精 他說他年紀那麼大 就沒辦法吃味精 所以他就勸人家呢 不要吃味精 不要吃味精 但是現在人啊 煮菜都習慣了 都加味精了 味精 在古時候是天然的 現在都用發血的 吃也對身體不好 所以當時有個 在山東 教國寶 吉士 這個 他在旁邊啊 就給李老師講說 老師啊 我們連社都有加味精啊 所以 老人啊 都欠人家不要吃味精 還有不要吃管事 不要常常上餐廳去吃 他肯定啊 會吃出病來啊 所以我在山東 在廬江啊 做百七訓練的時候啊 都自己煮 莊嚴師他自己煮 那就沒有加味精 沒有加這些 沒有士高 百七圓滿啊 到處請做法會 每到一個地方都是餐廳 都是大餐 都是吃大餐 人家呢 這個 盛行啊 請你不吃 他的心裡很難過 他心裡難過 那麼今天這個地方請做法會 今天這裡請吃大餐 明天到那個道場請做法會 又吃大餐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我們到場啊 一位女仲 出家仲 莊嚨師啊 他每次說 師父啊 我今天晚上肚子不餓 請客我就不去啦 請假啊 我說可以啊 但是我是給他講啦 我說你可以請假 我不能請假啊 我請假呢 那些栽主就很難過了 我不吃他們很難過 吃了呢 我很難過 你看inhan punt 誰吃了 Yuk 你看침 找出大家 新人家 такую 好 Ung 你 他的問題 equilibi 想這種方式 都不會請你吃飯了 所以也就不會有三高四高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是從這些地方來的嗎 所以這個不貪 這個是我們要學習的 因此我們不貪吃 也不是說就可以亂吃了 早年在景美伐藏佛教圖書館 也有同修送一些過期的食物來 這個館長他就比較會注意這些 那麼我們師父就跟我們講 過期就不要吃了 因為李老師就是寫入老人 他就是吃食物中毒 因為其實煮了一些麵過期了 但是他很慈悲 就吃給他看 他是中醫 所以他自己有解藥 知道這個食物變味道了 但是為了讓齋主歡喜 也就在他面前吃了 吃得趕快解藥解掉 第二次還是過期的 送來也是吃很慈悲 但第二次就來不及了 年紀也大了 97歲了 所以就往生了 所以第一次吃到食物中毒 我們師父去看他老人家的時候 他就說過期的東西最好不要吃 所以我們師父跟我們講 我們說這個丟掉損失 我們師父說 如果你吃了生病 人家照顧你 你就更損失 所以這個飲食衛生要注意 我們雖然不貪 但是這個飲食衛生 特別現在這個時代 也不能亂吃 總是要吃一些比較健康的 那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吃的方面 也很難說完全避免 都沒有吃到一些不健康的 就少吃了 少吃不要三餐都吃 那那個身體很快就出問題 那麼這一條講就是 三列自在豬跟巨竹固 就是身心健康 那沒有期限 這個是低等的福報 我們接著看第十二 豬跟巨竹是果報 三夜自在是因緣 三夜自在只是身心清靜 這一句的意理境界 無限深廣 那麼這一句的意理的確 它的境界 無限的深廣 那麼這一句的意理 旋意 發揮到淋漓精知 發揮到淋漓精之 它把這個食善 從地道到佛道 同樣是食善 層次不一樣 因此這句是無限的神話 那么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 就我们现在凡夫的境界 这个境界来修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境界无限深广 所以要不断的提升 不断提升 我们现前 要先从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 来修 我们接着看十三 这部经是世尊对一切众生的根本教诲 以英国的真实道理 离此根本修学一切法门都不能成就 这部经是世尊对一切众生的根本教诲 这个是 好像树 有根有本 树有根有本 那么离开这个根本 我们都不能成就 所以十三列道经 这个佛后面 会有比喻 比喻这个十三像大地一样 一切万物 都是依靠这个大地 而得生长 如果离开大地 那什么都没有 都不能成就了 用这个来形容比喻 十三是大地 大地 因此我们看地藏三经 三部经讲的都是十三十二 那么《斩查善恶业报经》 就是偶艺大师把这个十三十二 他那个旋律 已经从地义讲到佛了 这个课 要知道了 这个十三列 他的义理的深广 那就看偶艺主持那个弦力 斩查善恶业报 斩查善恶业报就那些 斩查善恶业就十三十二 地藏经也是讲十三十二 大臣地藏十文经 十文就十三十二 那为什么叫做地藏 就是这个十三列道经讲的 十三就像大地一样 一切生文菩提 独结菩提 无上菩提 皆依此大地而得成就 无论大胜小胜 通通要医治这个大地 才能够成就 离开这个大地 那就不能成就 所以这部经是 世尊对一切众生的根本教诲 集因果的真实道理 就是讲因果 这个因果就是因言果报 这个因果道理是非常的深广 先知敬老和尚在晚年提倡三个根 这个地址规 感应篇 十三爷道 那他老人家特别开示 说这个我们能做到 儒家的地址规 道家的太上感应篇 地址规是讲 伦理道德的教义 讲什么校养父母 共事师长 那太上感应篇是因果教义 是讲因果教义 如果能够做到这 儒根道这个基础 再学十三列道经 那就不难 那么这两样东西也是 等于是十善业道经的补充 所以三查善恶业报经 佛给我们讲 凡是善 凡是善的 通通归十善 凡是恶 通通归十恶 那么有这个经的这样的解释 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地址规感应篇 那是不是教人断恶修善 是啊 包括了凡是敬 安侄前书 无论哪一个宗教讲的 凡是善的 通通归十善 凡是恶的 通通归十恶 所以过去有人说 这个五戒啊 佛没有戒不抽香烟 所以香烟可以抽 只是不可以喝酒 那抽香烟也不好啊 所以那个也是恶啊 虽然这个戒律条文没有 但是呢 也要禁止了 也要禁止 那我们呢 急一反三 以此类推 那时善时恶的 涵盖所有的善法 恶法 那么这里讲到 因果真实的道理 这个因果教育 在现前这个世间 特别重要 这是我们静宗十三祖 印光祖师 再次啊 特别提倡这个因果教育 以这个因果教育来 侮助啊 伦理道的教育 讲这个因果 是对峙现代人的 这个问题 因为因果啊 是讲现实 讲现实 所以过去早年先师敬老 在讲习当中也常讲 到世间人讲现实 没有佛法讲这么现实 佛法讲的是最现实的 为什么说最现实呢 因为佛法讲因果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特别太上感应篇 还有了凡事性 安是全书 这三本书啊 这是印主一生印最多的 印主之道啊 现在这个时代 不提倡这个因果教育 所有的这种 佛菩萨啦 神仙啦 所有宗教的神圣通通 降临在这个世界里 救不了 唯一啊 还能够救的就是因果教育 如果人人明了因果啊 这个世界就大致 人人不信因果 那世界就大乱 那现在呢 是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认为这是迷信 认为这是迷信 所以就胡作妄为啊 世界你看啊 越来越乱 灾难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严重 因此啊 这个因果的真实道理 它的理论根据啊 就是十三业道 那么这个十三业道 反面就十二 这个无论 是什么宗教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族群 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这个十三十二 大家都认同的了 大家都知道啊 纵然你没有宗教信仰 也知道啊 什么是十三 什么是十二了 那么我们学佛啊 离此根本啊 修学一切法门都不能成就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开示啊 我们现在修的是念佛法门 那念佛法门啊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 很熟悉这个 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的 敬业三符 敬业三符啊 第一符就是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十善业 那过去先师敬老和尚早年啊 他在外面啊 有时候人家请这个 讲演 三天的 一个专题演讲 也讲过这个敬业三符 那么讲了大家也都认同了 应该这么修 但是这个敬业三符啊 特别是第一符 具体要怎么做法 大家也不清楚了 但是大家有这个概念啊 应该要修这个敬业三符 因为敬业三符佛讲的嘛 在关经讲的 那后来呢 提出这个三个根 那这个就很具体了 以这个地址归来 具体落实 怎么教养父母 怎么奉仕师长 就依照地址归去做 那以前啊 是讲一个概念 但是具体要怎么做法 我们也不清楚 后来提出这个就比较具体了 那么以这个道家的太上感令篇来落实 慈心不杀 这一句询问 这个是讲到因果了 那么修十善烈 那就是佛说十善烈道歉 所以这个三个根 也就是具体落实这个 关经这个敬业三符 第一符 那么第二符 第一句才是受持三规 居足众界不犯威 受持三规 我们现在学佛的人都知道 入佛们要先受三规一 但是我们现在归一都是结缘的 结缘式的归一 如果照敬业三符的标准 那你要做到第一符才能归一 才是三保地址 这才是真正的三保地址 那总不能说 我是三保地址 我已经归三保了 但是我还是无恶不做 那这个佛就不承认了 我是三保地址 我就是不相父母 不敬师长 又很没有慈悲心 一天到晚杀生 又照十二夜 那么这个 你说我是三保地址 那这个佛就不承认了 不是说我有个归一阵 那个就是三保地址 所以真正的三保地址 要是三个根的基础 再来归一那就是 经典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起码这个标准定在这里 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归一 都是结缘 结缘 就像受戒一样 大家就受了戒了 这个也是形式 没有实质 这是形式 我们总要知道 我们总是要深入来学习 这个戒也是协调做一条 这个比较务实 比较务实 不是说受了戒 那么就得戒了 这个根本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根本非常重要 这个三个根本的根本非常重要 那么出家重加一个沙弥利语 沙弥利语是出家人的地址规 出家人的地址规 这个也非常重要 这个也非常重要 所以说的这个戒 你看静业三符 受职三规 居足重戒不放归 是第二符 第三符才是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独送大圣 勸进行者 这个三符是三世诸佛 静业真因 无论修哪个法门 这是共同科目 不但修净土 修什么法门都要 因为一切诸佛成佛 不一定都修净土 法门无量无边 都能成佛 但是这个静业三符 是三世诸佛 静业真因 或计现在未来 十方三尺一切诸佛 修静业的正因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能疏忽了 所以最不禁就是第一符 有第一符 才能提升第二符 有第二符才能提升第三符 因此佛示现十方世界的净土 给韦提西夫人看 韦提西夫人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阿媚陀佛的净土 佛还没有教他 这个修十六观法的 这个念佛的方法之前 先给他讲 先修静业三符 他问佛要怎么样 才能往生极乐世界 佛还没有给他讲这十六观 先告诉韦提西夫人 先修这个静业三符 再修十六观 就能成就 可见这个十善业道 这个就是根本 根本 我们就不能够疏忽了 我们接着看第十四 人生酬业 若过去生修福 这一生就是来享福 过去生中造恶业 这一生是来受苦受难 凡人属于业报生 酬业而来 透过学佛 明了因明了业报可以转变之理 就要努力将业力转变成怨力 所谓转变成圣 只要自己真的依教奉行 认真努力的改习记 断烦恼 决定能转 的确 人生酬业 人生酬业 也就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 这一个事实的情况给我们说明了 就是酬长夜报 酬长夜报 若过去生修福 这一生就来享福了 这一生就来享福了 这一生他能够享福啊 也是他过去生修的 那他不是这一生修的 所以我每次坐飞机啊 这个看到有些小孩子 父母都带他做商无常 他有福报啊 这个福报呢 他不是这一生修的 他在两三岁 而且他怎么能修什么福呢 他过去世修的 过去世修的 所以有一些儿童小孩他很有福报 那有一些受苦受难的 你看那些战争的地区 那些小孩就很可怜 逃难都来不及啊 随时有生命危险 有的人来享福 有的人来受苦受难的 这个都过去世造的善恶业不同了 所以过去生他有修福 那这一生他来投胎 他就来享福啊 那过去生造恶业啊 这一生他就来受苦受难了 这个三世因果啦 还人属于业报生仇业而来啊 我们凡夫啊都是仇业业报 这个 仇业而来啊 过去仙师敬劳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 这三善道啊 消善业 三二道啊 消二业 通通是消业障 三二业通通消尽 那才能超业 才能超业六道 才能员成佛道 都消业障的 的确讲得没错 那想福也是消业障啊 消他的善业啊 那么过去啊 我们图书馆啊 这个物本大师兄啊 他常常讲啊 他看到人家很浪费很奢侈 他说没有这样啊 福报怎么 怎么消得掉呢 这样用的比较快用的光啊 的确也没错啦 现在我们看到了 有人在想福啊 他很浪费很奢侈 有的人是没得吃 吃的太多了 他这个浪费奢侈 浪费奢侈就是消他的福报嘛 那福报想完了 没有继续修福 那享福的时候 就迷惑颠倒 造二业 那福报想尽了 二业造多了 又到三二道琴 所以这个就三次业了 第一声修福 第二声享福 享福的时候啊 又造二业 二业造多了 福报响尽 第三世又到三二道琴 这个是法言经讲啊 不发菩提心 修诸善业 是为魔业啊 那么透过学佛明了业报 可以转变之理 就要努力将业力 转变成怨力 所谓转变成圣 只要自己真的依教奉行 认真努力的改习器 断环啊 决定能转 这个透过学佛啊 明了业报 可以转变的道理了 如果没有学佛啊 我们不知道业报可以转变 学了佛 那么听经文法 才明白啊 这个业因果报的 道理 业因果报的事实真相 这个业都是自己造的 这个了凡事实真啊 也讲得很清楚 银骨禅师给严了凡先生开示 这些都是根据经典 讲的 那的确 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啊 是自己造作 自己去享受 自己去承受 跟别人就不相干了 所以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 怨天尤伦没有用 因为自己造的嘛 太上感应篇开头就 开宗明义就讲啊 佛福无门啊 为人制造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啊 大的叫佛福 小的叫吉凶 佛福无门 没有门路了 为人制造 唯有人自己 就敢招来的了 你修善 敢招 福 造恶业 敢招 福 那这个通通是自己敢招的 所以不是佛菩萨给我们定的 也不是上帝 也不是阎罗王 通通是自己造的 那明白这个道理啊 自己造的 那当然自己可以改啦 所以这个就明了夜报 可以转变这个道理啊 透过邪佛才明白 这道可以改造命运 这道可以改造命运 炎了完就这样 明白了 他 努力依照奉行啊 这改习气 改毛病 那他的命运啊 大幅度的 转变啊 所以他原来53岁 后来活到74 延寿21年 原来没有儿子 后来生的儿子都很好 原来只能到四川很偏连的 当一个小县长 后来呢 在保底啊 当保底县长 这个 那的命运呢 整个大幅度的改变了 所以这个决定能转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跟炎了完同时代的 一静一工一照神迹 这个一静一啊 年纪比炎了完大 他改造命运啊 比炎了完更快 他三年就过来 炎了完第一次修三间 现在算是做了十多年 那么这些 古圣先贤啊 就是他们改造命运 很多 都可以提供 我们来效法学习 我们再看下面十五 李秉然老居士曾说 讲经的功德最大 转业率最快 讲经是带佛说法 因为佛不在世间 发心带佛说法的人 能得佛的智慧 受灭 就把自己的业率完全转变了 那么这是写如老人啊 曾经说啊 这个过去宣誓敬佬 在讲局当中也常常讲 就是 他说以前台中联社 台中池光图书馆 李老师 看到这个学生当中啊 那个面相啊 薄胡短命线的 这个胡报很薄 这个面相啊 短命又没胡报了 都劝他呢 学习讲经啦 学习讲经说法 讲经的功德最大 转业率最快 那为什么讲经功德大 转变业率快呢 因为讲经是带佛说法 等于代表佛来讲经说法 因为呢 佛不在世间了 那么发心带佛说法的人啊 那就能得到佛的智慧 佛的加持 所以带佛说法的人啊 能够得到佛的加持 那么就有智慧 也有寿命 就把自己的业力完全转变了 那么这一条也是先师敬老和尚啊 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一个正转 做一个正转 就用证明了 他老人家就是 他是讲经红法改造命运的 这是一个我们现代啊 这个佛生生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看颜了凡啊 那古时候 几百年前人的事 我们没看到 但是我们 老上大家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那么早年 这个他 他老人家 去给人家算命啊 就是 跟两个借兄弟同年 同一 一起去受敬 那么三个人 同时去给人家算命 那算命 那算命先生说 你们三个通通过不了四十五岁 那么二月啊 一个借兄走了 五月也走了一个了 到了七月啊 他老人家 病了一场 那么那一年啊 我是听经两年啊 我是听经两年啊 我十九岁听我们师父讲经 在台北连流令火团啊 讲楞严经 那一年啊 他老人家四十三岁 我十九岁 我们师父大我二十四岁 大我两轮啊 那么到四十五岁那一年啊 他老人家在 基隆十方大厥寺 讲楞严经 我跟我弟弟又去听经了啊 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一岁了 快要去当兵了 二十一岁了 我弟弟小我三岁 十八岁 所以那一年他老人家 讲这个楞严经啊 我们去听了几天啊 突然说 哎呀 我们再去听啊 那个试验的法师说 今天法师没有来啊 那我们也不晓得 什么原因 过了一个月之后 就在台北里叶碧讲堂 台北火车站啊 前面有一个里叶碧讲堂 一个里叶碧居士啊 提供的 讲堂 又在那边讲 我们接到这个信息啊 再去听 后来才听师父在讲习当中说 他给人家算命啊 三个接兄弟啊 都过不了四十五岁 他两个都走了 他七月他病了一个月 后来又好起来 好起来啦 这个就是大夫说法 他四十五岁啊 病七月啊 病了一个月之后啊 他的生命就不是他原来的 他原来已经没有了 都四十五岁了 到了 他也没有看医生了 他知道啊 寿命到了 看医生没用 只有念佛求生净土 后来又好起来 那好起来就发心继续讲经说法 所以他老人家延寿到前年是九十六啊 延寿五十一年 原来四十五岁嘛 九十六就五十一年了 那比延了凡啊 这个改造命令改得还殊胜啊 改得还殊胜 超过太多太多了 因此啊 他老人家讲这个 四十五岁那一年了 病了一次啊 这个我 我可以作证啊 我可以作证啊 因为 听清啊 突然啊 没有来讲经啊 所以这个离歉 离歉 那这个 这个就是 也鼓励我们年轻人 大家发心来讲经 啊 现在有有年轻的同学啊 发心来讲经啊 啊 这个这个难得啊 啊 这个难得 但是发心讲经啊 要有 也要耐心啊 要毅力 要决心啊 要为众生啊 为苦难众生 不要为自己的明文立养啊 为自己的明文立养啊 讲经说法要得到明文立养也很快 但是呢 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啊 能得个人天福报啊 人天福报啊 那跟成佛是不能相比的啊 映光祖师在文超开示啊 如果你只是想求人天福报啊 不想求往生西方 言成佛道 那么 啊 啊 啊 就好像啊 一颗金刚钻啊 去换一颗唐福如痴啊 啊 一颗唐痴啊 啊 那就很可惜啊 啊 那无论啊 你要求人天福报啊 啊 求成佛道 啊 那么 决讲经说法啊 啊 这个是 功德很大 啊 啊 但是 讲经说法呢 啊 这个 要讲到这个 能够有所成就啊 那也 不是很容易 那 这个还是要靠自己啊 去修 靠自己修 所以过去仙师敬老 常常跟我讲啊 那讲经说法呢 这个 这个 可以改造命运 啊 但是啊 这个讲经说法 如果没有耐心啊 也 也 也写不成 他说 写讲经啊 你要讲的大概可以啊 要十年啊 要十年的功夫 还要忍耐寂寞 还要心态正确 还要呢 不怕呢 讲经没有人听 这是说 这个桌椅板凳 有桌椅板凳的就可以啊 讲的还是很起敬 要有这样的精神 不能说 哎呀今天人很多啊 讲的很起敬 明天啊 小猫两三只啊 那就讲了就没气了 这个就不行 所以他老人家讲啊 所以他老人家讲啊 写讲经啊 你要下十年的苦工 那么现在年轻的人 要学习讲经啊 十年这个是可以的啊 那么写唱念啊 他老人家讲 三个月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快了啊 这个比较快了啊 佛的佛陀的教学啊 他的主流教育就是讲经说法 经教 他是主流 那当然啊 有教外别传 教内别传 教外别传就禅宗啦 教内别传就净土啦 还有密宗啦 这些比较特殊的教学法 针对不同的根基 那主要的大多数的还是经教 所以佛成道 视线的就是一声讲经说法 这是主流教义 佛教的主流教义 就是讲经说法 因此讲经说法 要代代有传人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就不能中断 那么我们老上往生啊 他把这个讲经红法的使命任务啊 交代给我们 我们大家示众弟子啊 大家同工发行 同工发行 那么现在有一些年轻同学来 学习讲经说法 那么我们都很赞叹 我们都随喜功德 希望啊 能够把这个 红法呢 这个 长久的延续下去 大家就功德无量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学习到第十五 那么第十六啊 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啊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